第二十二章是我放你出来的,妖气漫天,楚河的悔恨值也像是这满天的妖气一样在不断地增长,看来这些人都是这样,不见棺材不落泪,不见天妖出事仍然是不知悔改,妖气弥漫之间,封印处的那巨大的天妖的体型也越来越明显,巨大的漆黑的爪子先突破了封印踩了出来,随后是漆黑的巨大的身形, 满天的威压席卷开来,无数的妖魔符在地上瑟瑟发抖,那些人趴在地上强行抬头看去,漆黑如墨的毛发还有那熟悉的形状,那是猫,一只巨大的黑猫,杨玉峰瞠目结舌,伴上一句话也说不出,这只猫在他们上青派的典籍之中有所记载, 九命猫妖,几百年前也曾突破封印霍乱天下,直接导致了当时巨大的帝国堂的崩溃瓦解,无数人因他丧命,天妖,他射人心魄的黑洞洞的眼睛扫向下面的诸多妖魔和一部分人, 那些妖魔被九命猫妖的目光扫过之后,都是情不自禁地愣愣地朝着猫妖走去,而那些人也是如此,神情癫狂地朝着猫妖走去,一直走到了猫妖的脚下,那些人宛若蜂魔一样开始疯狂地自残,或是挖自己的眼睛,或是咬断自己的舌头,而那些妖魔更是纷纷自爆, 一时之间,九命猫妖的脚下顿时血流成河,浓重的血腥味让仍然活下来的人忍不住呕吐,也更加的惊惧, 那些人和妖魔死后,直接化作了一团团精纯的能量朝着九命猫妖飞去,九命猫腰张开嘴巴,轻轻一吸, 一股狂风顿时袭来,那些精气直接被他一口吞了下去,还有几个距离比较近的妖魔也横飞而出, 直接被猫妖拒绝着咽了下去,嘎吱嘎吱地咀嚼骨头的声音,像是来自于地狱的一语,让人听得不寒而栗, 杨玉峰咬牙看着这一切,他脚下不由自主地往前走去,好强大的魅惑能力,这就是天妖嘛, 杨玉峰此刻和祖师神魂合二为一,实力堪称强劲无比,可仍然是控制不住自己, 甚至神智都有一些癫狂,只插一丝就要变成和那些普通人一样癫狂而死, 杨玉峰上清派的伏击术精妙无比,甚至也请来了祖师杨兰峰, 可在天妖的眼中也不过只是一个大号的蚂蚁罢了, 楚河,出手,快出手, 杨玉峰用尽全部的力气矿吼道,这是最后的机会了, 最后的机会,楚河笑了,不,这不是最后的机会, 最后的机会你们已经用过了, 杨玉峰心中冰凉一片, 是啊,楚河曾经给过机会,不止一次地给过机会, 只是他们没有把握住, 清临清暮这两人此刻已经是抵挡不住魅惑之力, 狂笑着冲向了九命猫妖, 杨玉峰看着自己爱徒冲向九命猫妖,急切道, 清灵,清暮, 只是两人并没有回应, 直接冲到了九命猫妖脚下轰然自爆, 楚河只是淡淡地看着的, 仿佛这一切与他无关, 哦,我跟你拼了, 杨玉峰怒吼, 他知道自己如果再不行动的话, 也只是等死而已, 反正都要死, 那不如死得壮烈一些, 他用仅存的最后一点能量朝着九命猫妖冲去, 楚河微微摇头, 一切都是徒劳罢了, 天妖如此强大, 这世间能挡其锋芒的又有几个, 嗯, 楚河眼神忽然微微眯起, 眼神也寒了下来, 只见到麒麟峰和麒麟凌两人, 竟然也是面目癫狂地朝着那九命猫妖冲去, 竟然敢对我的人下手, 楚河冷笑一声, 默念咒语手捏法绝, 浮魔阵妖神光咒已然打出, 那九命猫妖似乎是觉得这几人体内的精气充足, 竟然伸出爪子去抓, 只是丁的一声脆响, 他的爪子直接派打在了一道金光之上, 麒麟峰和麒麟凌两人, 还有那距离他们两人比较近的杨玉峰, 瞬间被笼罩在了一片金光之中, 他们癫狂的神情陡然恢复清醒, 顿时惊骇地看向四周, 楚河, 是楚河出手就吓了我, 那猫妖一爪子拍在神光咒之上, 竟然只是发出了丁的一声, 除此之外, 也就是神光咒微微颤抖一下带起了一丝连衣, 那九命猫妖眼神瞬间眯起, 竟然口吐人言道, 伏魔阵妖神光咒, 九命猫妖的声音是一个苏媚到极点的诱惑女生, 光是听到这声音, 就让不知道多少人意乱神迷不能自已, 只是此时这苏媚的声音之中, 竟然夹杂着一丝颤抖和一丝畏惧, 似乎很是恐惧一般, 震妖灌灌煮, 九命猫妖精举开口, 瞬间望向楚河, 一人一妖隔空相望, 巨大的九命猫妖毛发都有些微微乍起, 眼中惊恐掩盖不住, 而相比之下, 楚河的眸子古井无波, 就像是一口深不见底的寒坛, 竟然认出了伏魔阵妖神光咒, 看来你之前跟我镇妖官前辈交过手, 那九命猫妖瞬间炸锚, 伏魔阵妖神光咒只有镇妖官罐主方可学习, 你是官主, 我从未见过如此弱的镇妖官主, 虽然声音极其好听, 可此刻九命猫妖却是杀气肆意, 直接爪子的猛地朝着楚河抓来, 九命猫妖虽然没有什么法宝, 但是他天妖的身体就是最好的法宝, 便是一根毛发都是炼制法宝的极品材料, 最重要的是, 他被镇压在封印之下不知道多少年, 法宝早就尽数回去, 就连现在这一幅身躯也都是用灵力凝聚而成, 死, 九命猫妖一眼吼出, 巨大的爪子直接拍下, 一粒将实惠, 管你什么修为什么实力都要死, 楚河看着妖气肆意的九命猫妖, 还有那的巨大的就要朝着自己拍下的爪子,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, 楚河昂首挺胸, 没有丝毫的要退让的意思, 两个字从他口中轻轻吐出, 居神, 玄奥的不可见的波纹瞬间散开, 那种不可言的玄奥气息瞬间将九命猫妖包裹, 令他动弹不得, 这一爪子怎么也拍不下去, 仿佛被冻结, 就连气息也都停滞, 这九命猫妖发出惊惧的吼叫, 怎么可能, 你真是镇妖关主, 可是镇妖关主在, 为何封印会破开, 因为楚河冷笑是老子放你们出来的, 本章结束, 如果喜欢抖音春风书院的作品, 请给我个关注, 点赞, 收藏吧,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, 谢谢大家 回答